字幕提供 这个是黑神话悟空 狂卖450万份已经赚15亿回本了 海外玩家呢甚至开始因为要玩游戏嘛 阿说都看不懂啊 所以呢就像你玩哈利波特游戏的时候 你也会先去读哈利波特一样 现在有人开始在读西游记了 好甚至呢他还上了日本的热搜 讨论度很高 日本的经济这个新闻呢 他们就评论什么 说就像是宝可梦一般啦 甚至说可以带来持久性的文化遗产 好这样子的一个热度台湾怎么看 昨天呢在PDD上有一篇文章爆掉了 什么意思就推爆 下面很多人在回应 原因是因为一个人呢 他回家 他说呢他的朋友气得像猴子 那内文就起到说他有跟他朋友 他朋友在就是在聊天嘛 就跟他说 现在听说那个黑神话悟空啊 好像很好玩 然后呢他朋友很生气 拿起刚买的华硕笔电砸到地上 说跪在地上垂地痛哭 而且呢还泪崩咆哮 说这种中国人做出来的自我安慰游戏 怎么可能那么多人在玩 一定是有人洗线上人数啦 那个90万人上线一定是假的 不要被骗去买中国游戏呀 好可是 不是只有90万呢 因为呢 在线同时有破 220万 3上面呢 也有台派的人说 哦 这么喜欢 这么喜欢滚出台湾啊 这么喜欢中国游戏 好 甚至呢 在友台 这也有评论 是引用IG 人说文化输出踢到铁板 但下面的按赞率是 1比8 赞的只有1啦 导赞的是8 认为这个呢 是恶心至极的表现 到底 很多人你可能会不玩这个线上游戏 所以你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 但长期在玩游戏 甚至以开游戏直播主 开到变成争论直播主的馆长 他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直接听他怎么说 你说我来玩这款游戏 我感觉到什么 我只感觉到 哇 真的很厉害 你看我都一直想玩 这款游戏是世界数一数的 销售量 上线排行 然后你 你台湾的一些蠢蛋 还在那边自吹 你不懂得反省 就不会进步 但人家 人家做得出来 你做得出来吗 他的游戏界 几乎90%都带你 然后你跟我讲 这叫游戏业 闭嘴 闭你嘴 好他其实蛮生气的 因为他说 现在台湾人一直在讲说 我们台湾也有游戏 但是我们台湾那是 几十年前的事情 现在确实人家就是 做出来了 而且人家也做得到 网络上面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国际间的一些主要有名的直播主玩家 他们真的都在玩 所以他就认为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对岸讲的一无是处呢 其实现在确实对岸不太一样了 所以过往 当有靠背哥 大陆高铁没靠背的时候 或是田鼠哥 说大陆农村吃田鼠的时候 或是土房哥 说台湾的房子都跟你们一样 是土房子的时候 大家就想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有真的理解时代的变迁吗 最新于北城据说还曾经讲了 山东号舰载机 说大概一架飞机飞两次 那就非常佩服他们的飞行员了 因为那是冒了生命危险 飞下去之后还要赶快去中医按摩 大家看完这就觉得 到底看了什么东西 这对于一般就连我这种 已经不是很厉害的军事小白 都觉得好像哪里 怪怪的 那为什么评论员会讲出 甚至将军讲出这样的话呢 大家也都打了好多个问号 而目前两岸之间的关系 可能就是真的这样的壁裂分明吗 因为我们总统赖清德有说话 他昨天讲 现在台湾的对路贸易投资 依存度已经双创新低了 包括了投资 包括了出口 都创下新低 感觉就总统来说 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们依赖度没那么高 我们越来越走自己的路 但是呢 经济金融学家怎么看 英乃平老师是这样讲的 他认为啦 如果再这样下去 关系再恶化 恐怕是ECFA会全面暂停 现在已经慢慢一个一个在线缩 而且呢 关税优惠的法律有效期已经过了嘛 所以现在他真的可以说停就停 甚至也有很多学长示警啊 说你不要把筹码全部放在美国 现在好像呢 我们可以承接很多的美国红利 但是一旦 美国现在冲AI嘛 那AI如果真的泡沫 泡裂 不好破裂了 那台湾的经济会不会就因为这样 而遭受到严重冲击 所谓的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一句话 巴拉圭很懂 他们总统是怎么讲的 对啦 我们现在是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但是 我在南美啊 我有南方共同市场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说我要跟中国进行贸易 透过南方共同市场 我们也保持开放的态度 好 中华民国四个字 确实非常非常珍贵 但是你要如何来守护它呢 因为呢 我们的财政部现在告诉我们 现在因为要让大家便于搜索 所以呢 他在脸书上头 把中华民国财政部变成了财政部 他说其他的部会也都是这样啊 所以让很多人就讲说 你为什么不用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让你丢脸了吗 现在行政院也还是有中华民国啊 陆军也还是有中华民国啊 那什么叫做为了便于搜索 甚至跟其他机关一致呢 这会不会也只是一个借口呢 回过头我们想要请教一下亮哥 您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黑神话悟空这么一件事情 海外玩家开始读西游记 但台湾玩家很多人酸到爆 这个西游记又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东西 是中华文化 所以坦白讲这个 因为西游记的知名度真的很高 这个日本很多 东南亚印度一大堆地方 而且这个游戏它的成本只有4亿人民币 做到这个程度 因为我们叫单机操作的3A产品 本来就中国大陆一直没有 就做不到那个级别 世界顶级的产品大家都认为 不是日本就美国的 就是这种单机产品 所以事实上这个作品已经传很久了 那大家都认为大概做不出来吧 所以我觉得是大家有点惊艳 就是做出来的程度 这个包括背景 还有打斗的流畅度 还有使用的各种招数等等 还有妖魔鬼怪的设计等等 虽然他 我也看过一些专业玩家的评估 他也有值得进步的地方 不过那个人家才投资4亿人民币 还是有一些Bug 没有Bug就是 这个是玩法 我觉得那个是技术性的 那比较好处理 而且他这个一举成名天下之 腾讯一定会作为他的富爸爸 所以他以后不会缺钱 第二 我相信他的第二款游戏一定会 有很多东西都会克服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这个真的不要低估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那个动视暴雪公司 那个Activision Blizzard 那家公司2008年创业 然后到2022年卖给微软 卖了687亿美金 然后现在员工超过1万7千人 他就是魔兽的公司 就魔兽的公司 那人家也是慢慢累积作品 魔兽也是他比较后期的作品 那世界纪录魔兽第8集 同时上线人数370万 他第一集就220万 所以这个当然是很惊人 所以而且这个会联动到很多产业 包括各种技术 网路上的技术 然后事实上我后来才知道 他第一时间也推出公仔 是 他公仔第一时间就卖光 1万多套 价格还不低 又1900多块人民币 也是第一时间就卖光了 那衍生的产业链还不止这些 你刚或魔兽你就知道了 他会来拍成电影 然后还有主题曲 然后还有变成音乐产业 变一个IP 对 然后就一系列的产品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对中国来讲 当然就是一个新的产业的开端 所以才会引起很大的注意 因为中国人口众多 玩家也多 所以就是它的发展性就 所以很多人都说 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新的蓝海 因为它是第一个 其他要跟进的 中国的文化的题材那么多 所以未来一定还会有 无穷无尽的题材 然后都会有中国的文化的内涵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不容易的事 所以你说会引起亚洲 乃至欧美的注意 这本来就是这样 就只有井底之蛙 就回家自杀就这样 我们还是不鼓励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理性逻辑判断 我们那个ASUS的电竞电脑 做这么好 你竟然把它摔在地上 这个实在是对ASUS 我一看到以为它是摔大陆的 竟然摔我们ASUS的电脑 不过它已经买断了 它已经买下来了 那摔了还可以再去买一台 也帮助消费也不错 不过其实走到这边 大家就在讲说 这件事情就像刚刚亮哥讲 它某些层面来说 它就是一种中华文化的发扬框大 其实这句话你知道吗 馆长竟然也这样讲 馆长说我们现在就把政治先放在旁边 人家就确实做到了 他也讲说他在玩的时候 他感觉到 虽然自己是台湾人 但是他小时候也看过各种版本的西游记 所以他也觉得说 当外国人会站站这种艺术 这个美 这个文化 他也觉得不简单 甚至因为他对西游记 就是台湾人真的很熟 所以他会觉得 他有余有荣焉的感觉 馆长讲出这样的话 所以某些层面上这是一种文化上面的输出 这也是一种软实力的印证 来请教一下老师怎么看 当所有的绿云的这些人 讲出每个字的时候都是中华文化 因为他除非他开始都不再用中文 可是我们中文中国字 每一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单元 就是一组概念 就是一组文化在里面 他放弃中文 他从现在开始在台湾 不要再讲中文 不要再写中文 请他都用他喜欢的南岛语族来说话 可以 我们尊重 我们也请他按照规定这样做 按照他自己恨透中华文化的方式来做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不要自己嘴巴恨中华文化 满嘴都是中文 因为我们在强调 中文每一个字都是哲学 都是有文化背景 都有哲学的意涵在里面 没有一个字逃出外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真的是强烈建议 这些人都放弃使用中文 你从现在开始 都使用南岛语族的 随便你选一个语族 你来使用 但是你要有这个本事 包括王一川 其实王也都是中华文化 三横一树 他有概念 义也有概念 义也是中华文化的概念在里面 你到西方国家 你找不到义这个字 义气的义 侠义的义这个字 你找不到这个 同等字可能有一点点类似 但是你找不到这个字 川也是你找不到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觉得电竞游戏好不好玩 不是你生气了以后说他坏话 他就不好玩了 他今天在全世界大卖 而且那是一个客观的数据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客观的数据 它是线上的一个流量的 一个统计数字 他告诉你说在第一天 他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名 他第二名 而且他已经把第二名挤下去了 因为原来的第二名 就是210万人次 他已经到了222万人次 第一天 他第一天就告诉你 他是卖断的 他的金额已经把他 四年以来投下去的钱 不但回本 还已经有赚了 从第二天开始 那就是大赚特赚 就这样一直赚下去 你恨也没有用 因为他就是3A的 我觉得他会给 整个中国大陆的电竞业 带来一股很大的力量 也就是说 很多人会认为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相信 现在有很多的 独角兽的公司 开始已经开始在寻找题材 然后寻找创意 然后寻找怎么样去构图 因为你刚刚讲的 他要美丽 要好看 他的哪一个动物 或是哪一个角色受欢迎 而且受欢迎的 会随着时间 我们人的情绪 还有背景 环境而改变 所以今天孙悟空最受欢迎 他的公仔就多 哪一天蜘蛛精受欢迎 他的公仔也就出来了 哪一天哪一只神鸟 受欢迎 他的公仔也就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的很多的 这些受欢迎的角色 一直在开始产生变化的时候 他延伸出来的产品 跟延伸出来的东西 那无可限量 那难道你会觉得说 今天就有这一步游戏吗 不会 在大陆可能会有第二步出来 第三步出来 第四步出来 为什么大陆的数 大陆的这种数位平台的 是这么的庞大 台湾的数位平台小 大陆的数位平台 你说 刚刚正亮谈到了腾讯的问题 那其他的数位平台 如果他们都开始 网络进来开始也在推 而且是中国大陆的政策 很明白的 就是要推这个政策 推出来了 那这个未来会带来 一股很大的就业机会 带来一股很大的商机 它延伸出来的产品 会越来越多 而当它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它就会把台湾的这一些人才 就也都很吸引大 一大部分过去了 例如说我们在大学里面 像我们实验大学 我昨天也在讲 像我们的媒体传达系 其实这种动画的 视觉的设计能力就很强 那你想会有多少人 被网络吸引走 有的人在过去 被美国人吸引走了 有人过去被澳大利亚 那现在很有可能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 有一大批人已经被 深圳吸引走了 未来有更多人被吸引到 其他地方去 到大陆各地方去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新的产业起来 你挡不住它了 你气 愤怒 生气 这只显得你的幼稚 无能 而且坦白说就是一个失败者 请教一下严老师 请一样来看 我觉得第一个 这个西游记这个故事 不是一个陌生的故事 西方 除了我们东方 日本 韩国 我们这些台湾 都很熟悉 大陆都很熟悉 包括东南亚在内 连美国这些国家 西方国家 欧洲国家 因为这本书是老早被翻译成英文 在西方就是传蛮广的 一本书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它是老早 就是已经存在的一个题材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今天要让那么多人 有兴趣一个新的东西 可能要从小的时候 透过一个什么东西 带起一个风潮 不太容易 可是今天有一个现存的故事 大家知道的 那就容易很多 第二个 大陆的市场 大陆人口就是多 没有办法 他今天做一个东西 他就知道 譬如大陆的拍 那个连续剧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没有他的成本 他就可以这么做 因为他知道 他后面就有这么多的消费者 我觉得同样 游戏也是一样 就会有这么多消费者 这个是很难挡住 我们台湾如果不爽 我觉得就从小学开始 或者是国小开始 禁止小朋友在读西游记 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 我必须要提 讲到这个我就要提一下 我们的财政部 就是包括刚刚提到 你不喜欢中文的话 我自己去过中亚国家 中亚国家你知道 从俄罗斯独立出来 是蛮不喜欢俄罗斯的 可是 他们教书 学校以后教书 全部都用 譬如说吉尔基 是用吉尔基 是语教 可是教到中学以后发现 数学 物理 化学 全部没办法 科学全部用俄罗斯教 俄罗斯文教 我就现在很想知道 我们的台语 可不可以教我们的高科技 不是台语 南岛语 不是 我们台湾台语 没有 因为他说我们是南岛语 好 都可以 但是哪一个 你可不可以教到 这个高科技的东西 我觉得不要讲 我们不要讲说 更复杂的一些概念等等 就是光讲高科技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 另外巴拉圭 在跟大陆接触 同样的 德国也是 他跟大陆有邦交 他在跟我们接触 他也要有持开放态度 希望我们 所以这个东西一样 我们以前就看到 美国在80年代 对台湾 对韩国 他可以坚持一些概念 一些东西 就是因为你们的出口 第一大市场就是我 所以他可以做很多东西 大家都想进入美国市场 现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也蛮大的 很多国家特别是 看到他的人口 然后就想到 就像美国当年一样 美国当年想什么东西 说大陆如果开放了 那个时候只有12亿 然后说那些人口 只要一人手上 一个十分之一的人 每天喝一杯Coke 那就不得了 可乐公司就赚他钱 所以他们想的是这个 同样 巴拉圭像他 无论是大豆 牛肉也好 他只要能够进入大陆 对他来讲很够 对大陆来讲 这个小菜一叠的话 他当然希望进去 所以市场很大 我觉得也是一个 我们讲说 我们常常可能美国会讲 台湾现在可能会讲说 大陆把他的市场武器化 就是因为我的市场吸引人 所以我能够做一些东西 可是这也是 非常现实的事情 美国过去也是如此 现在大陆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们没什么好抱怨 可是我们应该去想的是说 为什么韩国可以创造出 一些流行的东西 虽然很多跟我们人口 只有我们的两倍 但它可以创造出来 为什么我们不能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们应该去想 不要去想了个大市场的问题 毕竟我们其实也曾经是 文化输出的一块地方 对吧 好 祝的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